台湾的農業不欠港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台北採收和東區水戸在收生時 停停到出現找不到港人的狀況 為止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農委會也開始在中了鄉 生日農務團的交部港人工作 無論是台灣人的這些是新作民朋友 都可以帶到新聞前和相關的資料 來向中了鄉農會申請 人道管政府在今年出位 配合努動部的政策 辦理農務合部團 今年在這一步跟農委會合作 開始交付農事合部團 在今年的話是透過農委會 這邊針對大家一直所熟悉的農業缺工 季節性勞力不足的現象 那在今年由農委會這邊 來透過在每個縣市 來成立有關農事服務團 經濟中央的報告技術 台灣農業欠工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台湖的菜市跟當局水果屬性的時尊 經濟中央水果不足的狀況 對處中央推出新的政策 還會對農業有興趣的民眾 跟農事服務團 那預計招募呢 大概就是農事的服務團 大概有將近20位 那主要的工作包括就是說 這個對農業的一個技術 有了解 當然前提是 雖然說本來對農業的這個 缺工 對農業有熱誠的這些民眾 那前提是具備說有這個7G車 可以自己那裡騎車 還是說開7車車 無關是台灣人 也就是新組民朋友 只要去機車的家賬 都可以拿到新婚錢和商品 向中央向農會做行程 但點錢的行程 為133元起跳 另外19位 還有8800元的主要總理金 包括說這個王來 還是說奶智跟人家 這個部分都需要 因為它採收機比較低 所以比較急需 這個人力工資的部分 那假設有透過這個農務服務團 或者是農事服務團 這樣的一個人力 最起碼可以說 減少業主的這些人力不足的一個現象 南大管政府表示 今年所成立的農務團 和管理欠缺的問題在這裏改善 會說實際也效果 現在由農委會再次出版例 希望有多少少年人 願意到農業的合部 記者節目上次報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